亲爱的早 小方 你给我站住 老妈你怎么把又追出来啦 小方 你真的打算就跟这个男人结婚吗 他那么远啊 以后啊 你想回一次娘家都那么难 对啊 你看离我们家两千多公里呢 不远的 到时候啊 我们经常回来就是了 而且啊 现在这个时代啊 交通啊 非常的方便 只要电动车到不了的地方 都是远嫁 听你妈的仪趣劝 不要远嫁了 大不了啊 我们在这附近 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人就行了 你看看 我们又不了解他的底细 万一他以后对你不好呢 你站那么远 以后啊你被欺负了 我们也没有第一时间赶过去帮你啊 对啊 你听嫂子的听妈的话 妈嫂子 我反正是非他不嫁了 他不会那样对我的 他对我很好到 是啊 你放心了 以后啊 肯定对他好 而且啊 我们镇上啊 那里也通那个刀铁了 到时候啊 我们经常回来 小方 你听我一气劝 大嫂是个过来人 我看人看很准的 这个男人呢 不会真心的带你了 一看他就是那个花花公子的那种人了 说不定啊 还会有家暴倾向呢 哎呀 大嫂 你能不能拍我点好啊 你啊 你为恐天下不乱啊 说了 你怎么跟大嫂说话的啊 反正我不管 我是舔了心了 非他不嫁了 我今天说 哎呀 你 舔了心 你还想打我啊你 哎 我长了 哎呀 就是你 长那么大 你从来都没有打我了 反正我 今天长大了 我的婚姻 我这种 你今天居然打我 好 今天就是 冲你那一巴掌 我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以后啊 不要联系我了 小胖 你为什么这么冲动啊 还有 还有挽留的余地吗 没有 什么没有 你不要后悔我我跟你说 我不会后悔 走亲爱的 哎呀 你走去哪里啊 哈哈 我老师 我老师让你们说了 我已经咬了 不会吧 你真是 哎呀真是 上米祖山熟饭了 哎呀 你叫我们以后在村中里面 怎么抬头做人啊 妈你们放下 我会对他负责的 如果你们把我拆下了 我的小孩 祖山就没有老爸了 你们很信吗 你真的是啊 我从小就交上挂养 挂你了 你这么厌信啊 滚 你给我滚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滚又滚 哎呀 小胖 哎呀妈 你真的让小胖叫好吗 那他有什么办法呀 你看生米祖山熟饭了 是呀 我也舍不得他 可是 哎呀 我就不应该打他那一巴掌 他会很地地 就恨我的 没事的 没事的 小胖啊 会了解你的 用苦良心的 来妈消消气 我先扶你回家 哎呀 妈 你怎么又在这里坐 哎呀 你在这里啊 挡他 他也不会回来的 哎呀 自从小胖跟了那个男人找到 你就天天坐在门口这里挡他 哎呀 你看看你现在吃不杀睡不着的 你肯定也是担心小胖炸的好不好吧 你看他 这么狠心说断绝母女关系就断绝 你看都快两年了 都没有回来看我一下 哎呀 他可能啊 也是有他的难处吧 既然你那么想念小胖 敢是这样吧 要不我们我们坐车去看他 好 而且啊 你当年呢 你你也确实太冲动了 你也不应该动手打小胖的 这样吧 趁这个机会 你们两母女坐下来好好的谈谈 把这个误会给解除清楚了 既然他已经嫁了 都说说不定现在都已经生了几个 外孙子给你带呢 我们也去看看他吧 我不去 哎呀 去嘛 妈 我知道你想念你的女人 要不愿的话 你也不会天天的 坐在门口家里扫着他了 来啦 赶紧赶紧吧 来来 我们烧死 烧死东西 我们去 哎 真的要去啊 去吧 我知道 你是想他的 来来来来 那这行 你忘记了 不要会 我 你在唱啊 干嘛 狗都被你吓跑了 没你吓过了 你怎么一天大晚就知道打游戏啊 没米就没米 可不可以家借 要借你去借 国庇邻居都借便了 我都借怕了 人家看到我也扭桃就走了 怕什么 没米要好一点 你那么好你去啊 真的是没想到 你是赛索杨结婚之后啊 怎么一天大晚就知道这个滑滑滑 你干嘛你啊 你不吃小孩都要吃啊 哎呀 本事不到 你又不想 还打烂我的手机 打死你 打死你 哎哎哎哎哎哎 你怎么回事啊 你今天敢打我妹 你弄了宗津造主党是不是啊 你打我女儿干嘛呀 小方啊你看你 哎呀过了是什么意思啊 他要打了 哎怎么要跟他离婚啊 你看看啊 两人啊 干我上了 你也个白钱库 你什么意思吗你啊 哎呀我是家人一家自主 你两度 就你啊 天地给我上白钱库 哎哎哎呀 那你就给我拿去 撞死你 撞死你 我告诉你啊 我们对我们家是讲上民主啊 我们从来都不舍得打他 你看看啊 我妹啊为了嫁给你啊 不惜跟他老妈 闹别扭了 你看看 他现在逛了什么样的阴子 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他以前可是啊 家里面的天津大小姐 一来生走 换来江口了 到你家 赵牛赵马的 还打他 我们都不舍得动草打的啊 又不是我们今天 转过来啊 都不知道我们在家里面 射了什么样的贵啊 小芳你也是啊 你当初啊为了他 那么狠心的碰下我们 你就夹嫁给他 你看你看的那是什么人啊 我今天后悔了 哪知道他跟我结婚之后啊 他在家啥也不干 就知道打游戏 我不太容易要住家屋 我还要出去打零工呢 当初我是怎么劝你的啊 我都说啊 我很会看人的 这个男人不会对你好的啊 你都气得你老妈 就打了你两八角 你知道吗 你妈打了你之后啊 他天天啊 都后悔了 想着念你 天天坐在门口那里 就怕着你们回来 没想到啦 你家过去两年了 一次都没来 回来看你妈 其实我也想妈啦 可是我怕我妈不原谅我 所以我一直忍着 都没给你打电话 你们怎么找过来呢 我看到妈那么想你 所以我就决定带她过来 然后啊到了你们村那里啊 一路问路人问了十几个 才知道你家是在这里 没想到你坐的太踊跃死了 我妈大嫂要你们担心了 对不起啊 小方啊 这种男人啊 不要也罢 赶紧跟她离婚 我都想过跟她离婚 可是我离婚了 小孩该怎么办 你怎么管啊 我都被同意了 你放心 娘家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你看你看你看 啊 旧生还没好 心伤又天上了啊 这一次无论如何 我们也把你带回家 身边等着我们的 去告她杂暴 我们去法院去起诉她 她动不动就打我 哎呀 男人的手是用来打天赛的 不是用来打女人的啊 你倒好了啊 本事不当啊 打起人的脾气倒一倒了 这种男人啊 我却看不起你 赶紧抱着孩子 我们回娘家 你放心 以后打怕你家不出去啊 我们也要你一辈子 这个困难必须离 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 我们先去拍诉她 录个案 然后再投诉你 对 我们去 告她家了 你放心 以后啊 这个孩子 我们替你养 好 既然这样 我跟你离婚 这个脚 我也是受告了 我也不想呆啊 老子不同意 哎呀 就是要不得你不同意 我告诉你 你个渣男 吃饺药一天 你会找到报应的 出来了 我们走 我们走吧 哎呀 点到脚了 你超过两个 回来的 我家给你打算 超不了脸的 哎呀 少年就离 你就离了 谁给我煮饭了 哎呀 做死的饿了 哎呀 哎呀 去去去 去去 来 去去去 哎呀